第2370集 诸世间依旧璀璨 光辉迹走向最为胜烈的极点 大千世界中进化文明火光耀眼 而在世外 楚风却沉默着时刻注视恶徒 他感觉到了难言的压抑 一股恐怖的气息在弥漫 随时要冲垮堤坝 席卷各方大宇宙 他一边关注恶徒 一边在积蓄力量 最后抓住静谧时光 参悟这世间万物 与岁月中蕴含的所有纹理 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济海中留下他的身影 不断解释那些纹理 宏伟的祭坛前 他更是驻足良久 轮回路上 他一个人徘徊 像是一个幽灵 在如同珠网般的通道中寻觅 解析模糊而残缺的印记 是那种火的根源吗 楚风注视古地府 从那古地中提炼出原始的纹路 伴着丝丝的火光 他接引进时光炉中 他将石灵 种子 石禽等留给了林诺依与妖妖 但诡异的火炉却被他带在身上 因为觉得他过于不祥 在盗祖境界时 楚风便开始用时光炉 熬炼自己 焚烧血肉与灵魂 曾体验到自身不断瓦解的莫大痛苦 过去 他以石光炉对敌 被诡异生灵称作火化盗族 没有人知道 漫长岁月以来 楚风一直在用此炉焚自身 一切都只是为了魔力变得更强 那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成为先帝以后 因为再焚烧 自身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很难损伤他的身与魂 不过近些年 他在古地府中 在济海中那座宏大的祭坛上 在古地府中解析符文时 竟从当中提炼出妖异的火光 似是大空之火 与古咒之焰的终极根源所在 他低头看着手中的石光炉 而后 以近些年收集在炉中的火之根源 断烧自身 对祭道者竟有一点威胁 但是意义还是不大 不过他发现 这种火对诡异力量有些克制作用 祭坛 古地府轮回路 都曾与某个生灵有关吗 楚风想到了诡异种族大祭的那个生物 他曾逆着石光大河去追溯 可惜并未看到什么 一片模糊 光辉祭 是一个很大而又漫长的纪元 只是随时要结束了 但恶徒迟迟未发动 似乎要等到这一纪元足够的璀璨 再进行打击 楚风很珍惜这段压抑 但却难得的宝贵时光 不算以往的岁月 最近这数十万年来 他不断在古轮回路中探索 解析古印记 也明可自己的符文 他收集到的妖艺火光 已经很可观了 对几道层次的生灵 都有了一定的威胁 可惜终究是太零散 那些火所欲甚少 难以聚起冲销的火焰 此后楚风也去过小阴间 接到昆仑山下 进入光明四城 他将城中那个粗糙的石墨盘 取走 缩小后 在手中掂量了一番 很坚硬 可以当作兵器 他有些怀疑 石灌 磨盘 石光炉等 彼此间都有什么联系 大忌一直未知 拖延到今日 对于楚风来说很可贵 他的道行足够高深了 主要是 他以双道果祭道 塔族这个领域后 直接突破到极高的层次 如今不断沉点 伟力皈依 他有信心杀十足 祭道之后的路是什么 楚风推演 到了现在这个领域 他前方是大片的迷雾 没有了方向 他身上的长刀发出柴衣 有灵力至极的杀气弥漫 他知道 诸世间的恶意越来越浓重了 他的兵器都开始示警 他走长于进化路 行遍诸天 深入混沌 自然采集到无数的天地 其真 他炼制了不止一件兵器 但却没有一件是祥和的 都是主掌杀法的兵器 长刀 蕴含着无边杀截之刀 他在混沌中炼制而成 引过楚风自己的血 双刀果对决时 他曾用此刀斩过自身 此外 他身后还背负着一杆绽毛 虽然恐怖气息内敛 但是一望就知道是盖世的凶兵 楚风的长玉造异震骨朔金 无人可比肩 这么多年来 他借场欲炼制兵器 准备的相当的充分 说此之外 他身上还有九杆大旗 这是他要瓦解那片高原的 关键器物 相对而言 金刚竹算是他身上 最为祥和的兵器了 但现在也有杀意弥漫 曾经以他自身的血浇注过 这一天 终于要来了 楚风清雨出现在人间 他轻轻一探 预感到不会太久远 冥冥中 他有一种预感 这一战 他多半无法杀进诡异生灵 自身会死去 只是不知道 能够为后人解决掉多少问题 我想 杀进失足啊 他有心除尽恶敌 心中不甘 他若死在恶土中 世间再无他的痕迹 将与荒叶等人一般 同前贤贤一样 连古史中 都再无痕迹 若是行险棋 我已深思不祥 化身为最大的恶缘 一定要制衡住 绝不能出意外 他知道 走到那一步的话 他真的死去了 真我将崩灭 而血肉中承载着的变异 不再是他自己 但是他袭击最后 全面诡异化的关头 能保持积蓄清醒 又出手的机会 这一天 楚风楚雀加固了北园中 用来自毁的场域符文外 他还行走在朱天中 不断篆刻着纹理 在石板上 在山川里 在晚霞中 在星辰间 他都刻下了自己的名 留下他一符文 篆刻的记忆 纵然真我不在了 不想他去提 你亦要为我出手一顺 杀尽诡异 不然 你无法拥有 我留下的血肉之躯 楚风动用场域 不断的刻写 诸天各地 都留下他的痕迹 这是记忆 也是一种骤言 近乎是诅咒 是场域的记到伪力 由他自己承接 不要忘记过去 不要忘记他的初衷 若是他真灵死去 以诸天的共鸣 来提示他遗留的 诡异之体 死他不怕 真灵涌消散 他无惧 他做好了舍弃一切的准备 晚节不复 虽早已注定 但他不会驻足 这万物中 山川间 都有他的模糊身影 倒影 不断清明 似在为他送行 漆冷的风中 留下他孤单的背影 一去不复返 他沉默着 背负长刀 手持天刀 大步向前走 开始接近恶徒 因为他感应到了 鬼异族群的躁动 大忌要开始了 而他绝不允许他们 再出现新的十足 那片高原 响起了凄厉的声音 某种仪式将就此开始 大忌要来了